在之前的节目中有不少人说什么台湾的驼江级是航母杀手专打003 那么这种说法真的能成立吗? 驼江级这种导弹艇在台湾的防御作战中又有怎样的地位呢? 这一期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 我们不妨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台湾小型导弹艇的发展历程 其实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 驼江级的正式分类应该是巡逻舰 我这里主动将其游舰降艇似乎有些不公平 但是在我个人看来 它的功能和主要作战目的的确更接近于导弹艇 而且这种战术降级其实并不是个坏事 稍后我再做详细的解释 似乎在历史上台湾一直就不太重视小型水面舰艇的发展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于两讲时期 国军的水面战力始终占据优势低位 自然也就没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 也由于这样的战力不平衡 反倒是对岸始终把空减快 作为海军发展的主要方向 之前的节目里我多次提到过 在1960年代 中国就从苏联引进了蚊子型和黄蜂型导弹快艇 正是大踏步的迈入了导弹快艇时代 自80年代中期 中国海军导弹艇的数量一度高达230艘左右 雄级全球各国海军之首 而直到1975年 台湾方面才将雄风一型飞弹装备到快艇上 当时首批改装是两艘日本制造的40吨级鱼雷艇 名字也很有意思 分别叫做复仇和雪耻 而这个项目就是海鸥计划 1978年 海鸥导弹快艇投入量产 总共制造了50艘 不过由于其吨位较小 仅能占在两枚雄一飞弹 作战效能明显不足 仅能解决就无问题 所以几乎在海欧服役的同时 台湾海军就开始了下一代导弹艇的研制计划 这也是他们找上了美国老大哥 打算以Mark-5型多用途巡逻艇为蓝本 进行导弹化升级 加装四枚雄风一 而这便是龙江级 不过1979年台美断交 受其影响 龙江级仅生产了两艘就草草收赏 只能算是个过渡型号 到了90年代 老一辈的杨子级、三字级等大型水面舰艇 以濒临退役 而新一代的拉法业继德学战士还没有下文 因此台湾海军 急需一款能够承担日常防务 进行水面反制的舰艇 于是井江级巡逻舰就被设计了出来 说是设计 但事实上更像是一室犹豫不决的东拼稀臭 其实首先井江号1994年就造了出来 但后续量产型却要等到1999年才成军 而且这一级总数只有12艘的小型舰艇 却搞出了三个不同的批词 排水量从500吨到730吨不等 分别装备熊二、熊二改和熊三飞丹 而且在这么小的一艘舰艇上 竟然塞下了76块炮、舰手、生娜、深水炸弹、水雷和电战系统 等一大堆多用途的舞碑 自此其航速只能跑到25节 完全上持了小型舰艇快速的先天优势 最后一艘仅将给予2000年服役 而此时海面上依然乾坤倒转了 对岸的大型水面舰艇开始发力 随着军费的提高、强力外援现代及陆主中原 052也即将走上历史的舞台 台湾海军原本大舰至海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下 又有一型更为纯粹的导弹艇被提上了日程 那就是光华六号计划 其成果通常被简称为光六快艇 在设计之初光六艇曾公布过一个非常前卫的概念模型 其箭桥采用V字型倾斜设计 桅杆也非常简洁 四枚熊R飞弹隐藏在上层结构的封闭舱室内 以降低RCS 导弹的燃气排放口位于悬侧底部 发射时才予以打开 给了一种高度现代化的隐身导弹体的印象 可等到首收量产品下水的时候 它的阵容却一直差了10万8千里 原本帅气的V型前脸被一掌拍扁 船楼的高度还增加了不少 使整艘快艇呈现头重脚轻的感觉 降低了不少抗风浪性能 其实船底上还多出了一大堆的突出物 比如遍布挺身的栏杆和凌乱的天线 赤面的排气口也被移至了箭尾 而前后两门需要手动操控的20毫米机炮 更是让人忍不住想要梦回1912 其实以这型导弹体的定位而言 这两门炮除了涂增维护成本破坏隐身性之外 可以说是毫无优点可言 总之这些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一般 不要说与同时期欧洲流行的逆中小艇相比 即便是与对岸普遍装备的022相比 也有相当大的距离 可以说光六的这个案子简直就是军工界 图片仅供参考 轻易食物为准的典范 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学了玉璧的缩水搭法 不过游戏如果不好玩 大不了下次不买 甚至还有可能可以申请全额退款 而军舰一旦开工 可就没有后悔要吃了 毕竟一下水就厨艺这种事情 也只有美国海军能做到 不过我倒不认为是因为纯技术的原因 导致台湾造不出逆中导弹艇 台湾的造船能力没有这么的差 更多的可能是出于政策上的考量 而且没过两年 他们不就做到了吗 2009年9月 首批两艘量产型光流导弹艇成军不久 台湾方面便展开了一个迅海计划 打算建造一型采用双船体设计 搭载至少8枚雄风扇的新型群舰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陀江吉 和往常一样 这个陀江吉的首肩主要担负试验功能 所以它与后续量产型有很大的不同 甚至有些电网会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型号 但我这里还是采取同一型船 不同批次的叫法 并且主要以量产型 也就是今年刚服役的塔江号的数据为准 该型舰艇长65米宽14.8米 满排680吨 动力系统采用了4台MTO柴油机 总功率8600千瓦 隐形排岩口设置在双体传身的内部 降低了可探射性 推移方式上抛击了传统的螺旋桨 而使用了喷水推进 最高航数达38节 驱航距离达于1800海里 主要征收设备为一台中科院研制的 风眼X波段旋转阵雷达 当然了 它最大的特色是武德充沛 一改台湾原先的导弹艇 只能带4枚反舰导弹的顾及 直接一口气翻了4倍 装了16枚雄风 而且在配置上也很有意思 是8枚雄3加8枚雄2 如果采用防空配置 则可以带4枚雄2、4枚雄3加16枚海间2 以上这些武器全部安装在舰艇内部 极大的提高了隐身性能 除此外 舰手装备了一门采用隐身炮壳的奥托76块炮 线尾设一门密集阵 并可加装试挺机枪 对了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 它的76块炮是从原先的井江机上面拆下来的 也就是说炮是旧的 壳是新的 我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做勤俭持军 总的来说 以驮将机600余吨的体量而言 其反水面火力已经超越了导弹艇护卫舰的级别 可以直接于一些小型驱逐舰一脚高下了 比如说德国联邦海军的F15大型宙斯盾海警船 它8000吨的体重却只装了8枚鱼杀 如果跟驮将机对峙的话 可能还真占不到便宜 而可能也正是由于驮将机这种活力强大的特征 台湾媒体经常将其称之为航母杀手 那么它真的能担负起这样的盛名吗 首先在我个人看来 即便放在世界范围内 驮将机都可以称得上是一款 比较先进的小型水面舰艇 在我之前的节目中 我也提到过瑞典的维斯比级 和驮将机一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比如两者吨位相近 且都采用隐身化设计 都拥有与自身体格不相称的武装 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 在综合性能上 维斯比还是要比驮将高出一个端位 比如前者隐身化做得更为彻底 间提多采用复合碳纤维材料制造 在动力系统上更是直接上了4台蓝气轮机 总功率高达16MW 并且反舰反舰反侦材料养精通 具备更为全面的作战能力 相比之下 驮将机在隐身细节的处理上 依然有不少毛糟的地方 原本一体化设计的桅杆 在实体件上也不翼而飞 且挺身广泛采用了铝合金制造 虽然有效降低了持感应性 但也使得抗火性变差 但那两者最大的差异恐怕还是生产成本 维斯比的单舰招价为1.8亿美元 显然台湾是玩不起的 不过按照台湾以往的造舰模式 后续的驼将机应该会继续改进 而如果有改进的话 我希望最好作用在隐身性和速度性的提升上 反而不必去追求全面的作战能力 对于中小型海军来说 全面并不一定是个好事 瑞典人的小船需要样样全能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面临直接的海上威胁 而台湾人造的驼将机 却会有一个现实的对手 但那个对手既不是现在的辽宁山东 也不是未来的003 因为航母他不会一个人出动 他会像我上期说的一样 带一帮小弟出门 而且这些小弟并不会像照片里一样 紧紧的围绕着航母周围 他们会分散出去前出几十到上百海里 进行警戒和侦察 再加上空中还有预警机呢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靠目标获取能力有限的小型水面舰艇 去完成猎杀航母的任务是相当困难的 当年02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的驼将机也做不到 那么扛16枚反舰导弹的驼将机就白照了吗 当然不是 他打不了航母 可以打点别的呀 事实上如果真的有大规模战事爆发 中国的航母并不会靠近台湾 它的作战目标 或者说它的宿命 是开到外海去阻止美日过来增援 它如果靠近台湾本岛的话 你也用不着把驼将开出去嘛 就按键导弹轰击就可以了嘛 驼将机真正的用途是去威胁那些 防御更为薄弱的两栖战监 促使对方分兵防守 没错 对岸的舰队规模非常庞大 但它再多也是有限的 而且这种牵制它往往不是1比1的 它往往是1比多的 如果一艘驼将机能够吸引对方 两艘以上的大型防空舰艇 那就是赚了的 更何况呢 就如今的形势而言 它还要花很多的精力 去应付美日澳的威胁嘛 此外呢 就是当敌方发动 针对台湾离岛的 小规模作战行动的时候 驼将机要能够进行快速支援 要能够时不时的去寻个罗 在这种级别的对抗中 让对方知道你有多少火力 比真的打出去多少火力 更加的有用 毕竟中台之间很难发生 像朝韩之间的那种炮艇对轰 那么要完成这两个作战目标 驼将机还需要实现一个指标 那就是数量 目前台湾海巡预计还会建造 10艘通行舰 使其总数达到12艘 同时台湾海巡也利用 驼将机的传理技术 建造了12艘600吨的巡逻舰 在舰体上预留了导弹安装位置 暂时可以进行快速改装 不过即便算是这12艘 台湾的轻型快速反水面作用的能力 仍然稍显不足 要知道当时的022 可是一口气招了60艘 而且驼将机显然不是那种 贴近海岸线防御的舰体 它需要一定的空间来施展它的火力 那么在沿岸防御上 尤其是淡水可口的防御上 台湾恐怕还需要一行 比光六快艇更为优秀的 微型船只来分担任务 最好就是像挪威的顿级 那样的高性能双体气垫导弹艇 挪威海军的节目正在安排 我保证这个月一定会发 总而言之 咱们还是那句老话 一两艘舰艇先进与否 并不能决定战局 现在战争始终是系统与系统的对抗 而灭国籍的现代战争 更是需要调动该国 每一位公民的力量 越居于弱势 就越需要精神合作 积极备战 最怕的就是畏首畏尾 犹豫不决 因为时间它不等人的 这不等人的时间没用好 会成为你的心腹大患 而如果用好了 那你就能成为别人的心腹大患 袁世凯 臣在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 我知道 你是个重心的 黄太后 臣 臣世报大清江山万年 一万年的事情 我是管不了的 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那个海外的革命首领孙文 是我大清的心腹大患 袁世凯 你要想尽办法 救灭了他们 臣 尊致